今天臺灣股市 真的是非常的慘重 中盤呢 盤中一度下挫583點 跌幅高達7.5% 这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次跌幅 然后呢 在今天大概中午的时候 总统府开会决定要全力备战 或许是四大基金进场护盘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呢 收盘还是下跌了376点 最后是收7410点 台北股市重挫 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可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 另外我们也看到 中华做光碟片的台湾大厂呢 今天也正式传出来一个消息 是他要关闭在杨梅的这个厂区 将要裁测140个人 而之前宏达电 他曾经是台湾的股王 股票来到一千三百块 而今天大概也只剩下四十多块 一点点 而他之前呢 说为了要就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公司 说宣布全球裁测百分之十五的员工 股市的涨跌 当然跟投资者 跟整个信心有关 可是接下来 会不会我们再次的重蹈 两千零八年零九年 所有的产业 连带所谓的无薪价 大幅的裁员 劳工的惨状 会不会又再度的浮现 今天从台北股市来谈谈 整个台湾产业 遇到一个重大的危机 乃至于下一波受害的 会不会又是劳工朋友 介绍四位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是 华南头顾的董事长楚强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财经节目主持人阮木华 主持人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世新大学财经系的助理教授 梁艷萍老师 新冲各位观众大家好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 邱吉隆邱老师 新冲好大家好 台股为什么会跌成这样呢 来看看 电视墙上一片绿油油 投资人的心情也荡到谷底 受到美股重挫 人民币重扁 以及南北韩情势紧张 等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 今天台北股市开低震荡走低 一度大跌五百八二三点 跌幅打百分之七点五 成为史上最大单日的跌幅 台股下半场传出 行政院授权国安基金 适时的进场 金融股籍指数跌幅明显收敛 中场大跌三百七十六点 收在七千四百一十点 成交值为新台币 一千四百四十八亿元 现阶段有一点恶性循环 股票因为涨跌幅十个percent 每天跌十个percent 造成很多融资户追缴 那这些单子又造成第二天 整个盘中的卖压 那这个卖压又造成股价下跌 又引发另外一波的 整个的一个股价下跌 今天八大类股全数下跌 其中电子股下跌百分之四点四 金融股也跌了近百分之三 航运与油电燃气类股的跌幅 更来到百分之七点八 面对台股暴跌 行政院召集四大基金负责人 开会授权国安基金必要时进场 同时也要求四大基金 加码救股市 如果委员会决议要进场的话 那我们就会让社会大众知道 这样的一个决定 今年到目前为止 上市社会公司呢 营运的状况相当的不错 所以张副院长指示四大基金 要加强在股市里面的力道 而财政部次长兼国安基金 执行秘书吴当杰表示 高达五千亿元的国安基金 已经被阻未来不排除 在适合的时机点进场 互盘 继续拉抬台股的动能 国安基金会将持续关注 台股的走势 必要时也会召开国安基金 委员会议评估进场时机 记者维尾林国 黄澄波玉特区报道 不过今天网路上有一个 不太好笑的笑话 就是说那个在十点多 已经跌得不像话的时候 跌到五百八十几点的时候 网路说 终于止跌了 怎么这么好 止跌 是国安基金进场 不是 因为都跌停了 所以止跌了这样子 后来到下午的时候 哇 真的 真的 真的止跌了 他说真的是进场了 不是 因为一点半收盘了 所以止跌了 我先请教一下董事长 不是这个听起来 那个 那个投资人 应该是会 可能会 可能会打我的样子 那怎么会跌成这样呢 我想第一个 全球的基本面 好像出了一点什么问题 你看今年 从油价大幅度下跌以来 新兴市场 原物料 造成最近中国大陆的股灾 加上它的人民币贬值 就是说每一个小的单位体 做一些变动 蝴蝶效应 影响非常的大 那台股今天很重要 就是基本面真的不好 你看从第二季以来 电子业基本面就每况愈下 你知道 那台湾是一个潜跌的市场 电子业度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不好 大家都动不了 我们看台积线有很明显的例子 今年第三季的 季百季的成长 大概不到 只有两个percent 这个幅度以过去比较起来 非常差的状况 如果你缺乏一个很好的 所谓产业基本面support 外在环境预知在变化 造成股价一个中线的趋势 上礼拜五 欧美股市 两到三个percent的跌幅 是非常大哦 是 它不是跌一天哦 礼拜四已经两趴了 礼拜五再三趴 你很少看到这个成熟市场 短短两天跌五个percent 那今天更重要的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知道 本来你看 今天一开盘大概跌一百到一百五十点 中国大陆九点半开盘之后 他一下马上就中跌 而且这个跌是 破了前一波所谓的政策的 那个很重要的低点 三三七三点 不但跌破 而且跌幅到了七到八个percent 台股一看 本来雅谷都要看中国大陆 结果他还是跌得更重造成整个大盘 每一下整个沙盘的力道全部出来了 所以造成今天重挫这个原因 所以没有一个非常明确 特别单一偶发的一个事件 但是所有的因素看起来都不利 都不利 再特别加上中国跟美国表现那么惨 对 所以我们表现就比人家更惨 我觉得现在投资人一点信心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买盘情况之下 只要有盘中有一个卖压出来 会造成整个的整体卖压出来 现在基本上已经很少 大家低档做承接了 因为过去历史经验告诉你 只要买都赔钱 如果是非超支在我的因素 使得台股重挫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不管是 尽管会禁止平盘以下放空 不管是上礼拜四行政院会推出来 那些救世政策 也不管今天总统府开会 然后说要指示国安基金 要马上进场护盘 或者是四大基金 可能今天下午就已经进场护盘 这都没用吗 我觉得因为在一个市场 如果你政府不去管他 他自然去调节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失衡遍野 那不管怎么样 政府要进去带 说一个带头的效应 至少让大家感觉 有一个老大 那在里面稍微把盘稍微撑住 我提到股票下跌是众益加速度 你要去撑他是非常难的 但至少让他跌是稍微缓一点 让整个气氛稍微缓和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 所以政府的动作要做出来 我觉得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要让他做出来 让大家感觉 莫豪大哥 你怎么看 其实真的很惨 我们从最下面看台股 今天是下中场是跌了三百七十六点 跌幅是四%多 可是盘中中挫七点五% 跌了五百八十几点 那是很恐怖的 怎么会以前不是只有七% 怎么会跌到七点五% 因为我们已经开放到十%的涨跌幅了 所以这叫做有史以来最大的跌幅 那是因为我们开放十%了 然后呢 韩国也跌 跌了二点四 二点四七趴 日经也跌 跌了四点六趴 中国上证指数呢 跌了八点多趴 在之前我们谈彭博社的时候 还有一位分析师说 在上证指 他可能在五千多块 六千点的时候 他就讲说这波跌 可能要跌到三千二 现在很显然 快要跌到三千两百点了 德国也跌 跌了二点九五趴 美国稻穷在上礼拜五 也跌 跌了五百三十点 跌了三点多趴 等一下美国稻穷就要开盘 我不知道是跌还是涨 可是你怎么看这一波台股 怎么会这么受伤 这么重 现在全世界股市 我做一个比喻 就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钢琴 你在半空中掉下来钢琴 怎么去接他 这一定是重摔到地上 那至于说原因为何 非常复杂 那短线上台股 用这张图 我可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其实这张图是从一万点以来 台股下跌的走势图 是那个信通 你看得非常明显 在一万点下来 下来之前 在这一波急跌之前 事实上他跌的这个角度 就是下滑的这个角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斜率差不多 可是在这边 为什么加速往下掉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特别出现了 加速往下掉的状况 很明显 就是说代表说呢 这个跌是已经形成到这边呢 他出现了更大的变数 那就结构面出现了 这个让股市往下掉 但是短期面 他出现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使得下跌的角度改变 那这个角度改变 就刚刚楚总所讲的 结构面大家很清楚 现在目前全世界 未来经济情况是乌云造地 您刚才一开场 你这也讲 这个中环工厂要关掉 是 宏达电呢 两千多人十五趴 这都是基本面 就是经济景气变坏 导致企业开始收缩 那未来全世界的经济状况 看起来不乐观不透明 所以说股票下跌 他是有逻辑的 是 那至于说最近下跌 他基本上是一个筹码面失控 资金面失控的问题 因为开始跌 跌到这边 大家开始发现了 这个股票越爆越不对劲 所以在这边赶快夺门而出了 那再加上美国股市 可以讲说是压垮全世界 这个股票这一批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美国股市的连日重挫 包括上个礼拜五 道琼工业指数跌五百多点 那个是创下四年来 最大的一个跌幅记录 所以使得亚洲股市 今天恐慌了 所以造成今天台股的沙盘 我给各位看一下 台股今天盘中的跌势 那是真的非常夸张的 台股一开盘 其实还好 只有跌一百多点 然后呢 之后就一路往下掉 尤其是掉到十点钟 这边开始急速的往下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慌的 沙盘情况 盘中台股 居然跌到了五百八三点 这是创下历史上最大的跌幅 跟跌点记录 是 从来没有过了 那你说如果不是极度恐慌 怎么会发生这样状况 另外更可怕的是 不是加捐股价指数 是我们另外一个股票指数的板块 叫贵买中心的OTC指数 你看到OTC指数 今天盘中最深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他跌幅 将是超过百分之八的幅度 什么叫超过百分之八的幅度 也就是OTC八九百党股票 几乎全面是要跌停板 八九百党股票 几乎是要跌停板 因为OTC如果跌到十 代表所有股票躺平 跌停板 所以你刚刚那个开玩笑 虽然是让大家听了心酸的玩笑 但是他是事实 真的到十点半的时候 跌停了 对 真的OTC 几乎所有股票 当时跌停板 几乎所有股票跌停板 因为他指数最高的跌幅 达到八趴 你速度夸 夸张到不行了 那另外更可怕的是什么 期货市场今天几乎 居然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这个地方 你知道他跌点是多少点吗 七百点 七百点 你相信吗 上个礼拜五 台子期就是我们的期货指数 他是现货的领先指标 因为他margin 他杠杆倍数是十倍 你股票是一块玩一块 这个是一块玩十块的市场 那居然他可以从上个礼拜 五十 收盘的七千七百多点 跌到今天盘中 最低你知道跌到多少 七千零一十点 跌了七百多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九点五 一个市场比一个市场恐慌 而且杠杆越大的市场 他越恐慌 代表什么 代表短线上 他是绝对筹码面失控的情况 所以说呢 你问我什么原因下跌 我这边做个简单结论 短线上面是绝对的恐慌 加上筹码跟直进面失控 他完全失控 out of control 然后呢 中长线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 是全世界的基本面在变坏 而且是恶劣 急速的转坏 从今年第二季开始 你出现整个那个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包括经济的情况 是急转直下 大家说美国经济还好 美国撑着 事实上美国撑的是 假的撑着 美国那些数字 他很快会转坏的 只要全世界经济一旦转坏 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 他一定会被波及 就像最近稻穹工业指数的补跌 他就是标准的 就是受到全世界的牵连 因为全世界这个地球 绝对还是有地心引力的 不要不信邪 这件事情 你看到稻穹工业 这是这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这边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往下压的压力 绝对涨幅有多大 这是稻穹工业指数 从六千点涨到一万八千点 涨了六年半的时间 大家看到这张图会吵 会吓死 为什么 因为如果涨了六年半 绝对指数从六千点 涨到一万八千点的历史 最高点 他这边弯头向下 如果是一个基本面变坏 如果是一个全世界景气变坏 他会只跌这样子而已吗 他才刚开始跌 也就是说美国股市 才刚开始跌 亚洲股市就已经跌翻天了 那如果美国股市跌翻天的话 亚洲股市会如何 所以在这种恐慌的情绪 跟恐慌的心理之下 市场上唯一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卖出自保 我今天把所有现金收回来 叫cash is king 现金为王 我今天能保有多少现金 就算多少现金 赔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今天造成台股如此的局面 我不知道这样去描写 现在投资人所产生的恐慌 适不适当 就很像我们开车的时候 开到一条从来没开过的路 然后前面有一个隧道 开了进去 哇 全岸 一盏灯都没有 开了两分钟 还在隧道 开了三分钟 还在隧道 你怎么样都看不到光的那个恐惧 更可怕的是你的车灯坏掉 你还没车灯 我们来看看这个恐惧 恐怕不只是台湾 而是全世界都面临这么深层的恐惧 会不会很快就过 希望是 但结果是什么呢 来看看 黑色星期一 亚洲股市倒成一片 日经二二五指数 跌破一万九千点 收盘重挫百分之四点六一 创两年来最大跌幅 韩国股市也大跌百分之二点五 市场新兴崩盘 原因包括美股上周五 破记录的跌势 加上希腊政坛地震 朝鲜半岛局势不稳 最大隐忧还是区域龙头中国 八月份PMI指数 创六年半新低 显示产业动能不足 经济下行压力大 尽管中国国务院二三号 宣示护盘 准备让上兆元的养老金 进场投资 仍然不抵恐慌性卖压 港股恒生指数收盘大跌 百分之五 护生股市溃不成均 上海上阵指数狂卸 百分之八点五 跌幅创下2007年以来最大 分析师指出 亚洲各国股市二十四号 写下五年来最惨的表现 显示投资信心溃散 日元欧元成为避险的新标的 涨势明显 美元对日元盘中跌破一百二十一大关 而国际油价六年来 每桶首度跌破四十美元之后 还在急需探地 记者是汇中报道 梁老师刚刚我们那个比喻 我不知道是不是党 然后沐华大哥又再补一枪 说那时候车灯坏掉 那我想说好 你至少有个灯 那个恐惧比较不会 那现在政府是不是把灯打开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呢 总统府当然有一个例行性的 党政汇报 可是因为股灾 所以他马上因为这件事 开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会 决议是什么呢 行政院要全面启动备战 要全面动员备战 那怎么备战呢 行政院说呢 召集相关会议授权国安基金 适时评估进场 那四大基金 加大力道稳定股市 我说今天应该已经看到了四大基金 所以很多人说 有一个叫做神秘的买盘 突然间像台积电 或是某些股票怎么会突然间买盘 那么强盛 四大基金可能应该进场 否则不可能从五百八十五百八十多点 现在跌成三百多点 那国安基金也很可能 在这两天就会进场 金管会呢 在上礼拜六的时候 说平盘以下禁止犯空 那有人说 你干脆禁止他跌好了 如果是政府每次都要干预 因为之前中国透过干预的事情 其实那个效果反而是更差的 然后融券保证金 乘数又从九十趴 调到一百二十趴 你要放空的话 你要付出更大更大的成本 我想问的是说 那盏灯打开了吗 你该蛮难的吧 现在都是黑黑暗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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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 因为你真的是看不到 那个曙光到底是在哪里 因为通常来讲的话 你政府就是你这个政府 是要给投资人来讲话 是要有信心嘛 那问题是这个政府所端出来的 这个牛肉来说的话 对于股市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提振信心的 因为他们遇到一些问题来说的话 实际上就是开会 那你从他开会的内容 还有在上个礼拜所端出来的一些振兴的经济方案 实际上都是老调重谈嘛 那你如果在老调重谈的情况之下 对于台股来说的话 他怎么投资 怎么会重拾信心 他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自然当然就是没有 没有看到那个灯光在嘛 那我觉得这一波的一个重挫来讲的话 当然最重要就是 其实刚刚前面两位都已经有提到的 就是全球的股市的一个震荡 因为这一次来说的话 并不是只有台股自己跌 是全球的股市呢 都是呈现重挫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升息的 这个论调 事实上他就赶快告诉我们 是什么时候升息嘛 那他又这样隐隐约约的讲 到底什么时候升息 或是要不要升息 其实这种不确定性 对于盘势上来讲的话 其实是最大杀伤力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中国的经济 那我们知道 其实财经的这个PMI 中国的财经PMI出来了 那这个数字上来讲的话 是跌破大家的眼镜 是再继续下修到四十七点一 那这个数字来讲的话 其实就会开始让大家去质疑 中国的经济 真的是已经是让大家觉得说 那个软着陆会不会开始 已经变成是硬着陆了 那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其实就会回归到美国跟欧洲 就会担心这边的经济的下滑 所以欧美最近来说的话 跌得这么重 事实上就是开始担心 中国的经济是不好的 那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 如果不好的话 并不是只有光美欧 是受到这个影响 因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些国际大厂 实际上他的市场 是在中国大陆 所以你看 像中国人民币的 那个重贬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像Apple 像Google 像这个一些重点的 这些像包括像那个电动车 Tesla 这些股价实际上都是从这个人民币开始 一次性的一个重贬 开始是往下去跌的 所以美股近期来讲的话 跌的幅度这么重的原因 实际上也在这里 那他们concern的是什么 concern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 如果下来的话 对于这些国际大厂来说的话 当然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另外中国的经济 如果下来 这个当然就影响到我们新兴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 尤其是亚洲 这更不用讲嘛 那尤其像台湾的这个还有韩国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依赖中国的这个出口 相对的比重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是不好的 这个当然对于台韩的出口 甚至于外销订单 这个当然是更雪上加爽 上礼拜我听那个阮木华的节目 其实他也一直在问各个专家学者说 到底这一波冲击到底有多大 会不会像零八年零九年金融海啸那么大 所以我要请教梁老师 这波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看 最新的外销订单的年增率 在七月份的外销订单 是再度下挫 -五点零 那六月是-五点八 五月是-五点九 四月是-四点零 换句话说呢 外销订单其实最最最关键是说 你到底有接到担不了 你如果接到担 你就面临要不要无薪假 那你如果说真的无薪假 也解决不了 你就要裁员嘛 裁员也解决不了 你就要官场嘛 官场也解决不了 你这间公司就倒了嘛 所以那就是一连串的 这个是这四个月来 整个台湾的外销订单 是大幅衰减的 大概都是在所谓的 四趴 五点九趴 五点八趴左右 可是你如果纯粹就单一 这个数据来比较的话 两千零八年零九年 那个衰退幅度 大概是二十几趴 三十几趴 程度上真的 我们面临到非常严峻的 一个考验吗 我觉得外销的订单来讲话 他这边的年增率 虽然看起来是只有五个 Percent 可是我们拆开 因为通常我们不会 只要光看这样的一个总数据嘛 那如果我把外销订单拆成国家上来看的话 你会发觉中国加香港的部分 其实年减 年减是十四个Percent 那东协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是年减是十七点三个Percent 那就只有那个美国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是增加的 YOY是增加的这个十个Percent 是 包括像这个欧洲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他也是年减三个Percent 但是你会发觉整个亚洲 中国的这些相关出口 我们依存度比较高的 那实际上你接到这个订单的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两位数字的一个衰退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是下来的 那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 这个接单是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直在提的红色供应链 因为他自己的产业本身来讲的话 都已经能够升级的情况下 那他事实上就不需要 我们的订单了吗 很多东西他有都有办法去做了 所以每一次我们政府每次来讲 那个面板女王 中国的面板女王要到臺湾来采购 其实他到底要采购什么 你知道吗 像中国大陆八点五代线 这个产能在下半年 我们全部开出来之后 以目前面板的panel的价格 是持续都往下掉的 TV本来是市场上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 他的这个价格是比较持稳的 可是他们的这个面板一开出来 实质上供给马上就增加 那他的价格一定又比台湾的厂商 来讲话的是比较优惠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面板 那请问一下我们 他他为什么要再给我们采购 那所以你在订单的这个街的这个能见度上来讲话 受到他们的产业的供应链的一个升级的情况下 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影响就会比较大了 那我做个比喻 所以你是否会认同说 这一次如果说零八年的那个金融海啸 就是像苏迪勒台风那么的惨的话 这一次也不会像天鹅那样子轻易让台湾就过去 恐怕就是在这中间 然后那个时间会拉得很长 这一波的经济冲击 整个冲击的时间跟力道 恐怕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长更久 会 我觉得会 因为先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金融海啸那个时候的不好 其实不好的是在美国跟这个成熟的国家 就欧洲日本这些成熟的国家 可是新兴国家来讲的话 尤其像中国还有巴西 也就我们所谓的金钻四国 其实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因为原物料的一个价格拉升 然后他们的经济的这个数字 其实是往上的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只是说受到这个冲击 他是短暂的 可是回归到现在来讲 我觉得真的会蛮让人担心的 所以董事长 这就是恐惧的所在 对 我个人觉得 就是因为 因为大家 每个国家都在救世 一定要采取行动 所以当一个国家贬值之后 其他国家要跟着做贬值 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动作 整个世界是非常乱的 那另外刚刚特别提到 我觉得台湾的电子产业的 真正面临一个瓶颈 就是我们开始整个竞争力 慢慢步入中国大陆了 是 过去中国大陆 还没有觉醒之前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高的效率生产 是 可以独揽全球的市场 是 现在中国大陆 慢慢崛起之后 我觉得问题很大 我们看最近的联发客的股价 跌得非常的重 为什么 因为在高阶市场 跟高通竞争 事实上杀的雪 雪流成河 在过去 在中国大陆的中低阶市场 现在他慢慢已经培养他自己的 比如说像华为的海思 像展讯 他的晶片慢慢出来之后 林巴克变成高的和低的一个夹杀 所以你看他获利状况 真的差了非常多 这只是一个过去台湾很有竞争力的产业 其他的零组件的部分 现在只剩下镜头的大力光 和做机壳的可乘 其他的我觉得像被动元件 或一些什么电升的部分 基本上都已经整个单子 都已经被中国大陆拿走了 是 是 那这种状况之下 台湾过去赖以很重要的成长的部分 就在这一块 那我觉得最重是长期 那个竞争力 现在只是进行试哦 如果那边变得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产业怎么样 慢慢慢慢没落嘛 就像宏达电 当他失去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资源了 没有资源 你也没有一个什么量产的规模 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有慢慢什么节节败退 这个是台湾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邱老师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常在谈股市 因为我们总觉得说 你自己投资赚赔 你自己负责嘛 可是这一阵子 我们其实谈的频率还算高 所以我们一直看到一些讯息 感觉真的是不太妙 所以一直想说 好啦就算要当乌鸦 也要叫大声一点 说真的好像是蛮恐怖 黑暗来了 看不到光 那个感觉是真的是很可怕 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看不到光 整个经济成长呢 从本来预估说要成长三点二八趴 现在只剩下一点五六趴 GDP的成长 股市 当然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说跌幅高达七点五趴 压史上最大跌幅 然后呢 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金融帐连续二十计净流出 几通糟糟糟糟 再来出口的部分呢 叫去年同期下跌了百分之七点一 内需的部分呢 现在内需看起来越来越重要 这个也是邱老师 一直在讲的一个事情 内需真的很重要 所以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提供 台湾的内需的这个竞争力上 经济展望 德国IFO经研院说呢 经济资本支出欠佳 民间消费是满意的 再来六个月之后呢 经济渴望转好 民间消费持平出口物价上涨率 长期利率 股价指数都可能上升 所以他是算六个月 算半年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乌鸦了 但是你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形 好 就在前两天 礼拜五也跟莫华在电台连线 我印象非常深刻 连线完以后 挂断以后 他讲的第一句话是 全球景气真的烂到爆 还记得 其实刚刚几位讲的都非常有道理 从心中开始讲的 这一次 我觉得今天 今天讨论的重点之一是说 台股将来会怎么样 会不会崩盘 会不会更严重 今天很多的新闻 也在讨论说 他会不会有新一波的 所谓的金融风暴 或者是金融海啸 我觉得这是关键点 所以关键点就是说 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黑色星期五 之后的黑色星期一 他只是一个短暂性的下跌 OK 结束就算了 那就是也许有效 那我们就等着这个股市 慢慢恢复元气 现在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 其实有点早 我们肯定要再观察个两三天 就是他这个东西会崩到什么程度 就如果你可以想象 如果在九七年九八年那时候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那事情不是这样就完了 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说 他会不会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那这个系统性的问题 他就可能不是一时之间 可以处理掉的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要预防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整个经济的衰退 或是股市的崩跌 跟我觉得跟九七年的 亚洲金融风暴 或者是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啸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所以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 他还纯粹是一个从金融体系 出现的这个问题 那他从前一年的赤带风暴 到了雷曼兄弟 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金融体系里面 隐藏了很多的这个 这个炸弹在里头 但是其实实体经济还好 实体经济好到 还有这个通膨的问题 油价高的不得了 这个很多的原物料价高的不得了 就整个经济面 还是在溶景 但是这一次 我觉得两件事情都有 就是在金融面的问题 刚刚也许补充大家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是崩跌的那么严重 其实大家都没有提到一个事情 叫做泡沫 那这泡沫的时候 当初我们在衍生这些泡沫的时候 大家就一直担心说 哎呀你这样子印钱 你这样子宽松 你这样子一直堆积泡沫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会不会将来会破掉 会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不就是正在破掉吗 所以他现在整个这个 这个跌下来的状况 某种程度 其实就是整个泡沫 在崩解的情况 所以如果不是当初 堆了这么多的泡沫出来 恐怕现在的情况 也不会恶劣到这个这个状况 这个是在金融面的状况 那实理经济的状况 大家谈的都非常多了 那其实总归来讲 你可以想象 中国现在 刚才有人谈中国崛起了 有些人谈中国衰退了 最可怕的就是 中国崛起又衰退了 中国崛起 为什么 因为他供应链完整 他供应链完整了之后 他就拼命想生产 OK 但是马开老师常常在这里讲 中国的世界工厂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供应链 已经这个这个整个建构起来 你叫他不生产怎么办 他只好拼命地去生产 那这种量产的模式 刚好冲到台湾这种量产的模式 我们刚好是完全跟他对冲的 刚刚董事长讲了 所以我们这个电子股 会很惨很惨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尝试 我们看 这个从最早的出口面板开始 好 那到HTC 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 在这个节目谈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谈HTC的出口 造成出口摔对很严重的情况 那时候还请了一个手机达人来谈 他说大家不要太悲观 我们好歹HTC也在世界前三名 你可以想一下 那个情况都不用我说了 大家都很清楚看到那个走势 是怎么样子 所有这个我们过去 刚刚董事长讲的 过去賴以为生的 賴以成长的这些电子股 这些电子公司 其实我真的很悲观 就是说为什么 因为除了少数有竞争力的公司之外 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在被replace 都在被替代掉 所以就像刚信通推论的 其实我们可以真的很不好意思 或是很乌鸦的去讲说 将来我们的特别是这个电子厂商 可能会裁员 可能会关厂倒闭的情况 你会意外吗 我觉得不会意外 可能会很少吗 可能不见得很少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就要回头去想一想 我这是我们第一天知道这个事吗 我们台湾的产业太过集中在电子产业 是我们第一天知道吗 其实不是嘛 对不对 所以对政府来讲 你早就该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说不要谈到什么升级 这么伟大的事情 你怎么样让产业更多元 更平均一点 供应链上下游更完整一点 都是早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却远真正的让这个事情 这样子发生 那偏偏我们的股票市场 你可以看电子股 他的全职有多重 所以他跌的时候一定是很惨 所以如果真的要回头 回头问这个问题 你看得到镜头吗 那个灯在什么地方 对我来看 因为他是实体经济的衰退 结构性的问题 再加上过去累积的这个泡沫 在破灭的问题 两个效果加在一起 恐怕这个事情很难散了 所以今天即使四大基金互盘 我其实非常担心 因为四大基金 是我们的老本 是 所以理论上正确的操作 像四大基金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投资的话 第一个原则就是稳健 获利要稳健 不能波动太大 不能风险太高 我们却把这个 我们的老本拿去做一个风险 这么高的投资 但你说他当然到时候回来的时候 他会赚 但是这个事情没有人确定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怎么样崩解 我们的这个四大基金的钱丢下去 会不会化为乌有 像丢到海里面一样 其实我是真的非常担心 这件事情 你刚讲到HTC那一集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那一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HTC宏达店的股票 是从一千三百块 在我们谈的时候 掉到一百三十块 好像 我想那我记得在那一天的时候 往路上弥漫 说哇大家去抢便宜 一千三掉到一百三 这个不抢到五百六百 我们就可以去买房了 那所以有人说 要把房子卖了去买HTC 然后今天只剩下四十块 那我想说 你对照一两个月前的 那个情景 你就可以发现说 有一些东西怪怪的 你刚刚谈到两个很大的重点 一个是中国最害怕的 不是他崛起 也不是他衰退 是他又崛起又衰退 恐怕要害怕是 他又衰退又崛起 因为他为了要解决 他的衰退 但是他已经有足够 崛起的力道 去因应他自己本身的衰退 所以红色供应链 就会把台湾供应链 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我们会因为 他的衰退而崛起 我们会衰退再衰退 这是一个 可是我另外一个 再请教您说 你刚刚谈到说 其实这就是泡沫破裂的 一个开始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 合不合理 如果两千零八年 那个是主政的话 两千一五年 七年之后 这个是不是叫余政 还是更惨的是 两千零八年 那个叫前政 那两千一五年 这叫主政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是我们来看看 全球真的是很不好 那台湾做出来 非常多的政策的因应 有没有效 来看看 为了救经济 七月底金管会配合行政院 推动经济体质强化措施 推出七大措施 包含提供五千亿贷款 总额度 协助非中小企业 取得营运资金 扩大投资 不过仅隔一个礼拜 主计总处公布 今年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只有百分之零点六四 创十二季以来的新低 今年GDP要保三 已经无望 上周财经部会于行政院会 再提短期振兴经济方案 包含从产业升级和出口 拓展来挹注裁员 下半年将强化观光服务输出 计划实施东南亚优质观光团 免收签证费 积极争取海外台商 来台奖励旅游 调降观光客 推税门槛 以及放宽大陆人士来台 自由行配额 每天增加到五千人 预计到今年底 增加一百零七点五亿元 观光收入 我们针对于观光客 来台的部分 会作为今天 今年下半年的重点 因为观光客来台 观光消费 它也是属于服务出口的一部分 另外也要扩大公共投资 和吸引民间投资 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编列加速科技创新预算 就比一百零四年度 增加百分之四点九 公共建设预算 扩编为三千五百九十六亿元 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一 并研议可提前动之 央行总裁彭淮南 也提出七大救市措施 包含货币宽松 以及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等等 不过部分学者并不看好 不只是景气波动的问题 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非常严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单纯的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 或是财政政策 恐怕那个效果是不大的 为了不让台股跌升 金管会早在周一交易日前 发布禁空令 禁止投资人在平盘以下放空 但还是救不了台股 面对近期台股 与经济数字难看 马总统二十四号指示政院 全面动员备战 政府推出的救市措施 能否重振台湾经济金融 成效还有待观察 GDP从三点多 然后说预估到一点五六 就是说实在民众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那你说台股呢 掉了五百八十几点 有买的人才有感觉 那没买的 说实在也没什么感觉 更好 那你说 大家还想 委员会要不要进场 其实真的奉劝大家 真的小心一点 海啸 可是这个就有感觉了 这个看起来就真的很有感觉 台股是第一波 然后经济数据呢 都是所谓的先端 前面的这些零先指标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陆陆续续 看到这个 首先宏达电 在之前已经宣布 因为实在太惨 全球裁员十五趴 台湾部分就要裁 超过一千三百个人 超过五成以上 都要裁台湾人 全球布局 但裁一定先裁台湾 再来中环呢 今天也传出来 要关闭洋煤厂 要裁一百四十五个员工 这是台湾非常重要 做光碟片的大厂 五星架 台湾市劳动局也证实了 六月开始 已经有六家企业 说要放五星架了 大概两百多个员工 受影响了 工具机 其实这两三个月来 一直在传 什么台中一个 什么台湾的一线大厂 也要放着五星架 然后大家都否认 那这个消息 已经传了很久了 就是工具机的情形 是很惨的 薪资倒退的部分 这个大概 大家感受是更深了 其实钱真的是 越来越薄 越来越惨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一波 是不是就会 重到两千零八年 零九年 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放五星架 很多人闲闲在家 不知道干嘛 可是日子就是过不下去 来看看 一九九九年中环股价两百四十元 现在只剩下二点七元 主要从事光碟片生产的中环杨梅二厂 近来海外订单大量萎缩 加上厂区逐约到期 确定九月官场降低营运成本 一早大批员工回厂领资钱费 大概五六月的时候就已经 订单就已经减少了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 就是跟我们协商说 这一场要 要 要关厂 今天公司会走到这个 其实大家 也是 很努力 那 会走到这个 收场的地步 其实大家 也是很舍不得 中环杨梅二厂 一共裁册 本劳一百四十五人 劳资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主要以资遣退休方式处理 只有十多位本劳及四十多名外劳 转调到其他厂上班 经过我们协商多次 都已经达成 就是说比这个原先的 这个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稍微优惠一点 像我们的优退方式 提早了五年 退休的员工 就可以提早退休 那那个之前的方式呢 我们也是依照这个劳基法 甚至我们再加发一些慰问金 经济不景气 订单减少 也冲击部分中小型的传统制造业 近三个月 桃园市有六家企业通报实施 一到四个月的五薪假 受影响员工两百零五人 桃园市劳动局提醒五薪假期间 还是要符合最低基本工资 否则依法可处两万到三十万元的罚还 至于先前宣布全球裁员百分之十五的宏达电 预计九月过后也会有动作 记者张淑云桃园报道 大哥这个是宏达电中环 各别企业公司的这些问题 然后但是从不同的产业都遇到这么险峻的挑战 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接下来恐怕 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企业 面临一样的压力 可是我想问的是说 我们其实已经 你在你节目也谈了很多很多 说真的很不好 怎么办呢 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就三个字嘛 苦日子来了 这真的是苦日子要来了 我今天敢讲这句话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现象 其实刚刚邱老师 楚董跟梁老师 讲得非常清楚 这次的结构问题 比两千零八年还严重 两千零八年 他是个危机触发的 是 邱老师 我们刚刚都很清楚的 一个方向就是 他是一个危机触发 当时实体经济还OK的 所以说呢 靠货币政策很快拉上来 所以零九年就开始出现融进 我记得那时候张龙发很悲观 张龙发说四年内不会好 可是没有想到一年就好了 大家都很惊讶 说怎么会那么快好 因为大家都打强心针 特效要给他注入 所以说零九年就上来了 事实上这一次 只是延续零八年那次问题 他零八年的问题 没有解决 他只是化妆抹粉 把那个问题暂时盖下去 那这一次爆发的问题 就是延续零八年 那个化妆抹粉 吸引不下去了 终究要退场 那终究要退场 实体经济也不好 然后金融市场也出现泡沫 然后金融市场也失序 那这不是开玩笑的 实体经济不好 再加上金融市场失序 再加上没有货币政策 跟财政政策零八年 那时候为什么拉上来 因为那时候我以 臺灣的重贴线率来讲 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在三趴以上 美国联准会把利率 不是降到零吗 是 那当时也是彭总裁 把我们重贴线率降到史上最低的一点二五 从三趴多降下去 我们还有至少两趴多的降息的空间 信聰现在重贴线率是多少 一点八七五一点八七五 离一点二五的历史最低点 才才不到三码的空间 是 是 你一次降一码 你再降三次 是 跟当时差两趴 一码可以降一次的话 可以降八次 那是差很多了 所以货币政策没有了 所以央行为什么死不降息 因为他也知道货币政策没有了 他没有工具了 货币政策失掉弹性了 财政政策现在国家每一年要举在两千亿 然后后面年金的问题要爆发 他怎么样再去透支政府财政 所以刚刚讲说那些官员排排站 宣布这些政策 事实上他们没有招了 他们没有招 他们只能把过去那些招数 那些公文重新再翻回来 说赶快应付一下媒体 大幅更开放这样子 没有招了 你开放陆克 陆克 数字调整 大陆经济崩下去 陆克也没有钱来台湾 你靠人家的那些都不行了 你自己都没招了 所以说这次的问题真的非比寻常 我必须要讲 第一个我们要小心 大失业潮会不会来临 所以这大失业潮 我当然不敢违言耸听 讲说是台湾的大失业潮 可能全世界性的 因为这次的问题下下去 没要 那你还能怎么样把全世界经济拉上来 信心已经崩溃了 第二个呢 台湾会马上遇到年轻的问题 刚才那个几位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次四大基金下去互盘 你知道台股从一万点跌下来 已经跌掉了这个快快三十趴了 加选股价指数OTC跌掉了三十几趴了 你知道原来四大基金投入在股票市场 不含最近要什么进去救市 他已经投了一兆三千亿 一兆三千亿 平均损失三十趴 已经损失四五千亿了 上半年的那个军工教退辅金的 半年报已经出现亏损 十八亿了 还不含七月八月九月 现在这次的剧烈下跌的行情 七月八月是跌最凶的 八月到今天总共已经加据 股价指数跌掉十八趴了 那个半年报是不含七月下跌 跟八月下跌的 都已经亏损十八亿了 你再叫四大基金这样钱投下去 那将来年金要怎么发 万一这些是钱全部蒸发掉 你年金要怎么发 所以一个大失业潮一个年金 另外政府税收会出现大问题 景气如果一旦萧条的话 你公司关场了 你哪里缴营业税 营锁税 第四个内需消费会整个垮掉 大家失业了 哪有钱去消费 你那记住了 马英九那时候发消费券 一点用都没有 是因为后来全世界把经济拉上了 两千零九年用特效药 所以使得台湾的整个景气 开始复苏 出现了好转 为什么没有 你知道吗 我本来要买尿布 我就拿消费券去买尿布 就一样 我没有增加消费嘛 问题还是一样的 可是 可是我还想问 那怎么办呢 可是我们来看一个数据 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去累 推到我们刚等一下要谈的怎么办呢 这个是台湾上半年一到七月 还加上七月 整个对外订单主要地区的一些增长情形 我们来看看对中广是衰退 中港是衰退的很惨很惨 然后对东协六国也衰退 对日本衰退更惨 是衰退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五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对美国我们是正成长 对欧洲 我们是小幅成长 换句话说 虽然美国看起来很好 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们的订单 在美国的部分 还是成长 所以我想问的是说 好也许这一波是零八年的余震 或者是这一次是很大的一个地震 但总有一些因应的方式 可是很重要的是 对个人来讲 子弹要省着用 你不要说现在海啸来的时候 你还要去捡便宜货 那可能会把你淹死 对政府来讲 那个钱是人民的四大基金 真的更要省着用 不要把它钱 不当成是钱来花 可是我们来看看 海啸来的时候 到底现在台湾政府 跟台湾的人民要做什么 美股上周滴滴不休 周五大跌五百三十点 跌幅超过百分之三 一周来道琼工业指数 纵挫一千零一十二点 跌幅达到五点七九个百分点 创四年来最大单周跌幅 美股大跌拖累欧牙股市跟着跳水 分析师指出美股最近频频走跌 有多重因素造成 首先联准会是否在九月升息 内部意见分歧 其次投资人怀疑中国经济衰退 有多严重 中国官方恐怕没说实话 初步核散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二十九万六千八百六十八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 中国经济数字有多糟 七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跌到六年新低 出口也衰退百分之八点三 另外中国股市近来剧烈震荡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 下半年经济前景堪忧 回到台湾 七月外销订单惨淡 金额只有三百六十二亿美金 和去年同期相比衰退百分之五 连续四个月负成长 第三季表现疲弱 忘记不忘 今年国内经济成长率变成保一大作战 另外宏达电日前宣布全球裁员百分之十五 接着又传出中环官场裁员 实体经济惨淡 新兴市场货币重扁 雅股重挫 股汇双挫的局面 加上美国升息的不确定性 二零一五年的经济与金融 似乎再度陷入黑天鹅效应的迷雾当中 也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 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在零千两千零八年零九年的时候 包括我们做了消费券 也包括政府弄了一个政策 叫做政府挺银行 银行挺企业 企业挺劳工 后来被骂到臭头 说因为前面都挺了 最后那一关没挺 就是劳工没被挺到 如果说这次又来的话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度过这次难关 基隆林先生你好 喂 大家好 我是基隆林先生 是 刚刚节目中有一些资讯 就是说三十几岁到三十四岁 还有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 还有其他年龄层的薪资 薪资 啊哈 林先生 林先生 我们电话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淡水的黄先生 黄先生 请说 你好 我们这个经济就要从能源开始就起 能源如果说没办法用 那没有办法去发展 你其他要讲很困难 那这个过程有很多种层次 在这边讲不清楚 我只能够说台湾尽量 就怎么讲 力能说实在的 现在要能用的 除了我以外 没有人会用啦 那我们也认识 因为我们再有一次 我们有见过面 OK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那就麻烦你多多发展绿能 台南的何先生 你好 請说 因为那个 我不是什么专家 所以打来 并且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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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敢 并且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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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比较好 因为当然 这边危险的 是美国在求 现在是美国 先向我们队 上市英国 英国 那发生危险 也不敢求 所以说 应该不用烦烈 双股进行 应该九千多都会够 谢谢 你这六关 双股进行 都没事情 不过 我们就拭目以待 可是我们刚刚 谈到 这一次 连四个月来的 整个外销订单 是衰退 幅度大概是三趴 五趴多 四趴多 五趴多 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这是零八年的时候 零八年呢 如果是用美金 来计算的话 他整个衰退幅度 我们来看看 大概就是二十八趴 三十三趴 二十三趴 四十一趴 所以大家吓都吓死 如果你纯粹 就这个比例来看 应该是不会像零八年 那么惨 可是刚刚我们 花了五十几分钟说 其实不能这样子看 整个情形 实体经济受到重创 再来呢 那个所谓的 看不到镜头 那个光是很恐怖的 那你灯坏掉了 又找不到人修 那现在刚刚那个重贴线率的部分 你已经很难再降了 因为现在利率都是一趴多 甚至到快零了 你怎么再降 你的武器已经少到可怜了 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形 对美国的订单呢 是成长的 对欧洲订单是享福成长 对日本是产的很惨 对中港呢 是很惨很惨 所以我请教董事长 就很实务的部分 你总要救嘛 你总要两手一摊 没法死就有 大家要死 怎么救 其实第一个 我觉得就是二零一八年 那个订单是很快速的消失 消失到你会怕 但是今年 我觉得它会慢慢慢慢消失 因为全世界即使硬了 将近八到九兆美元的超票出来 实体经济还是拉不起来 是因为没什么创新 我们拿smartphone这一块 你看有这么多厂商 几百家厂商参与这个部分 百分之九十几的利润 被Apple整个吃掉了 剩下的是三星 你看这么多厂商都没有赚钱 问题在这边 过度的竞争是一很大的问题 是 那我觉得 台湾政府要做什么 我觉得不要做什么 重点是政策执行力 过去以来 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当有人 跳出来大声 几乎反对的时候 你政府什么都不做 怎么办 因为你做任何政策 一定有受到 这个实际上利益 有受到影响的人 现在台湾的状况就是 你利益只要受到影响 我就天天出来大声喊 喊到最后 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你看过去很多投资案 什么都没有做 这是台湾最大的问题 政府没有任何政策 敢负责任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只要今天 其实政策大家都知道 你该怎么投资 你该做什么事情 该怎么都知道啊 问题是现在不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以后很可怕 很可怕 现在不做 也许两三年之后 即使全球的股票市场 开始恢复有上涨了 台湾的竞争力 还是慢慢节节衰退 那你举个一两件 政府早该做 但是他也知道该做 但是始终没做 我觉得很多 比如说像投资案 还评的问题 对不对 你一定会有这个污染的问题嘛 那我想很重要 就是政府还是一个很重要 就说在什么样的评估标准之下 OK 你只要达这评估标准 即使有一部分的污染 我还可以接受 你知道 那现在问题在于说 你看所有的大案子 几乎都不做了 国刚实化 一大堆 全部都不做 那你没有办法 你这些不投资 后面怎么会有回收 不可能的嘛 这些案子 全部到其他市场去了 就像迪士尼 你过去直到台湾来要做迪士尼的部分 也是一样 没有过嘛 后来整个都跑到香港 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你看少了这一块 才会少了多少 那当初一定会有利益团 你去反对 问题是你政府 站在天平的中间 你要怎么执行 你的这个部分 这个反对应该不是利益团体 也是环保团体 对 对啊 这个这个又是因为环保团体 不在这里 对对对 但如果说你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到环保 我跟你讲 最后的结果就什么事都不能做 因为任何事情都会有污染 林老师该做什么 现在还来得及做的呢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其他的产业的升级嘛 然后帮助他们在国际的这个市场当中 在营运上有一些的困难 或是这专利的一个取得 甚至于在侵权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 我觉得中国大陆都会扮演的 这个政府的一个角色 来做一个协商 那这个在整个科技业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去做帮忙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过去 如果说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产业 就是不具竞争力的一个产业 事实上我们都要太旧 或者是说大大厂去并小厂 对不对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面对红色的供应 你也来讲的话 其实中臺湾的政府 现在真的非常要努力的去做的 就是大厂并大厂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第一任 面临到一个问题 然后到面板 面临到问题 实际上都是大家都要各自为政 也就是说不愿意去合作 可是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像日月光去并这个 不是并 就日月光 他想要去并购这个细品 事实上我觉得他真的是 可以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趋势 一个是专利的取得跟保障 政府要更多的利器资源 再来就是所谓的并购问题 政府要有一定的角色 而且是大厂要并大厂 邱老师 我先不要讲到那个正面的 我想思维不要错 就已经很重要了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面对红色供应链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做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叫两岸产业搭桥 OK 搭的结果是搭成这个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好了 我们现在面对经济 不景欣说感冒啦 你总要吃点药嘛 那要不然你这个连现在都过不去 将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 比如说你就动涨工资啦 就要靠贬值啦 我想你吃感冒药也没关系啦 但是我我的意思是说 政府后面的思维是什么呢 你去动涨工资 或者是去贬值 你是不是某种程度 是在巩固现有的这个 这个产业的状况呢 是 那你总要做一点思维上面的改变 这个思维上面的改变 就刚刚梁老师说的 你要不要一些机制 但是小朋友不要过度竞争啊 对不对 我们最简单的事情是 你不要谈到什么很遥远的 升级不升级的问题 你让资源引导到更多的产业 让大家更均匀的发展 至少就不会把自己杀成 这么严重了 所以你短有短的做法 长有长的做法 其实有很多招可以用 但是我最怕的是思维错了 不要再重蹈那种所谓的 先求有再求好 然后有两万块你就摸做 因为这种方法 我们用了多久 都是这样嘛 永远都短期 永远都没有长期 这个产业 总说不好 上次走来把我摸 我就不在乱了 这次又走来把我教死 好好好 不要吵架 你自己当的好好 小朋友分享一下正确观念 大夫人也是不太本分 外面一个 里面一个 你们说也送 妞妞 我每天早上都陪你上学好不好 小朋友的爸爸 我来看看 我来看 我来看 你很快 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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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陶小青 民歌四十年对我们来说 是很开心 也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你要看好的音乐节目 转到公式就没错 作为一个没有商业收入的电视台 又要不受政治的影响 所以一定要做出好的节目的话 就要靠各位的捐款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 拿起电话来 打电话到2633-9922 吃饭咯 耶 哦 赶快点 哇 哎呀 你赶快点 我赶快点 淘汰我 我赶快点 你赶快点 你赶快点 我赶快点 带我 耶 十三至十八岁的热血青年们 快来加入2015青少年行动 为电影创作营发 你说今天不用上学 真的吗 编剧 导演 摄影 剪辑 你可以发挥创意 也可以一元疯狂的想法 还在犹豫什么 今年最后一场台北场 8月26日截止报名 快上公事网站查询 最单纯的感动 以及最纯粹的情感 从自己和他人的眼中 看同一件事 永远都不一样 公事晚间十一点 很不一样 周一至周三 李思端 爱的万物论